北京 秋白 来 快来 你看看 这个题目可以吗 中国共产党 被反抗帝国主义 野蛮残暴的大屠杀 告全国民众输 这个标题行吗 我给你读一读啊 全上海和全中国的 反抗运动之目标 绝不能止于 逞兄赔偿道歉的 而应认定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推翻帝国主义 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为其主要目标 五月三十日之运动 已经沉重地 打击了帝国主义 为中华民族的觉醒 和国民之反帝斗争的兴起 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旋律 好 实在是好 就把这颗大炸弹 放在热血日报创开号上 不 不能止于热血日报 我们要在全国的报纸上 都发表我们的民众书 让全国人 但是全世界 都听到我们的呐喊 今天之事 真是惨绝人寰 庆祝难受 沈先生 为党中央的热血日报 写点东西吧 要写的 一定要写的 下午的时候 我还特意去了 老扎不防的 流血现场看了看 烈士殷红的血迹 历历在目 可见当时的悲众 那就拜托你了 大作家 应该的 这个时候 一个读书人 一定要和民众站在一起 这是最起码的良知 是责任 谢谢 师父 小飞路45号 快点 矛盾先生的文章 定能在民众中间 引起巨大的反响 我的心 抖了 我开始诅咒着都市 这误悔无耻的都市 这虎狼在上 而事录在下的都市 要祈求热血 来洗刷这一切的强横暴虐 同时也洗刷这中中的悲戒无耻 好 姐姐 您 您 来来 您 大姐 你怎么来啊 你就吃这个 小心点 合线在楼上的 姐姐 我给你和大哥买了早点 城隍庙的包子 快 你怎么又破费呀 我吃这挺好的 又吃不死人 我喜欢吃白水泡饭 不行 你最近这么累 不吃好饭怎么行啊 震鹏啊 写稿子做编辑 总有些收入 你快 吃 下不为礼 这可是命令 是 部长同志 圣孟南同志 我认真的 知道了 大姐 这个 是给蔡大哥抓的中药 这会儿 让你破费 真是多谢了 不用谢 孟南 快给你和孙大哥送吧 要我们来见 你给和孙大哥送上去 你送了他吃着才香 给和孙大哥一个意外的惊喜 你这个鬼精灵 那我上楼去了 快去 芝华 麻烦你帮我接一下药 东西 上去 快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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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猜这是什么 什么 孟南啊 特意去城隍庙 给你买的包子 快吃吃吃了 又让他破费了 咱们一起吃吧 我已经吃过了 吃过了 嗯 你是吃剩饭了吗 没有 我吃的也是包子 你长醉我闻了 来 真是 拿包子堵着你的嘴 快趁热吃吧 我吃过了 真吃过了 我去把菜给你热着 汤药也快熬好了 快吃 来 饭了 好了 好 包子啊 好吃吧 太好吃了 你看 一扫又光 这么快就一扫而光了 就没人跟你抢 你怎么连纸都吃了呀 这包子太香了 太好吃 那你打这菜也吃一点 你看看你 严重营养不良 吃吧 吃不下了 我看着你吃 你看我肚皮都成破 我吃三个包子 我不信 这有什么不信的 军众不信 停吧 我的沐大帅 你的眼睛啊 根本骗不了我 我说 你看 你这每天又是跑工厂 跑学校 你体能比我肖肖大呀 在家去写写东西 我都饿了 你还不饿呢 你看看你 你都瘦成什么样了 我 这 这刚才怎么关啊 你抽下点血呢 你奇怪啊 你是个吐血吗 没有 我 我有吐什么血 你告诉我身体好不好 好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小点事 我就是磕了点血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你还要不要命呢 你说你都这样了 你还要瞒着我 你到底要不要命了 恨恨 脱穴了 老婆 听我说啊 我少吃一顿饭 我猜也会这么垮不了 但是你每天都温戏跑的 你不吃饱饭哪有力气 你看我现在是个好好的吗 没事 你都脱穴了 你还说你好好的 你打算瞒着我到什么时候 你打算瞒着我到什么时候 你这是拿刀往我的心里弯啊 你说呀 你打算瞒着我什么时候 我哭了 我要去看看 来 等一会儿 阿森 我看着你这么一天一天 相守下去 我看着你这么一天一天 病下去 你不知道我的心里有好 我苦没有多 怎么你不知道啊 我都知道 去看看吧 好 好 好不好 别走啊 没什么不好意思 这老夫老妻了 何三大哥 对不起 我们来的不是时候 你 把碗里的菜之丸 把药喝了 还有 把这包子都给我吃了 我会吃了 我来的 我把这包子都给我吃了 我会吃了 不吃了 我把这包子都给我吃了 好 我 我去看看 同学们 姓大姐 我们都加入了赶死队 我也加入了 我们还写了绝命书吗 我死了 请告诉我的妈妈 何其悲妆 好多女同学都写了绝命书 放在床上就来了 同学们 谢谢你们的勇气 谢谢 谢谢 这份稿件尽快签发出去 争取在明天跟咱们创刊的热情日报 通时发表 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杂 告全国民众书 对 这么好了 这份稿件事关重大 这是咱们党第一次在全国人民 乃至在全世界人民面前 表明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和态度 好 我马上编辑发白白 好 还有 咱们这几天在报纸的版面上 一定要加大对英日帝国主义 对他们的残暴阴谋 进行彻底的鞭探和揭露 放心吧 邵主编都安排好了 我们呢 每天发一个同伴 必要的时候可以做两个版面 还有 对于民众的抗议和护胜 我们要给予充分的报道 一定在正式立场和计时上压倒地区 好 我先走了 何思良 我听孟楠说你最近这个 哮喘病犯的力 千万不能大义啊 我没事 我离间马克思还早着呢 我们再口号 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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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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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你们来了 夫人 这是今天的报纸 瑾瑜 来 跟我做 昨天发生的惨案 我都已经知道了 帝国主义列强 简直是残暴之急 毫无忍性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 不是大不列颠 更不是东营 夫人 我们准备发起 全上海的罢工 罢课 罢试 进而掀起 全中国的反帝运动 好 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暂时还不需要 您以养好身体为重 我已经完全恢复好了 夫人 这些天 向大姐和孟南 不能来陪您了 我留下来陪您 同时负责您的联络 谢谢你们的照顾 留下来陪我 那就大可不必了 我这里还有黄秘书 是的 我会照顾好孙夫人的 你们放心 静玉啊 我看知华 还是跟你一起去吧 这样 你也多个帮手 如果真是有什么事情的话 你就派人通知我一声就行 那怎么行呢 夫人 照顾您也是我的工作 贵党的秦业 我铭记在心 可是眼下 国家有难 我怎么能因自己的小力 而知民族大义 于不顾呢 可是夫人 好了锦玉 事关重大 不容置疑 就这样吧 你们走吧 你们走吧 夫人 走 听我的 好 那我听夫人的 路南正啊 你们走 谢谢你们的理解 谢谢 夫人保重 夫人保重 保重啊 你们也多保重 你们走 你走 这就这么好 走 好 好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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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 厮杀女工联合会 和上海大学女生联合会 给上海总生会的请愿书 请你们来看 即刻下达八十里 主位 此事我们要商议一下 稍等 你在这儿守着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交 是 那边怎么样 那边请愿的情况怎么样 现在女工和女学生们 还在请愿 但是总商会还是互动于衷啊 咱们必须马上采取措施 我建议 马上在游行的队伍 还有烟厂 早山厂的南宫 全都调过去增援他 迫使总商会大一把势 群众的力量大无边 这个办法最有效了 我赞成 我马上去通知运南银和刘华 让他们迅速组织游行队伍去增援 上海我熟 还是我去吧 贺森 你和秋白不是要研究 热血日报的创刊号文章吗 还是我稍息去吧 也好 奔投行动 这个给你 好 我们咱们交涉 好 走 走 总书记呢 咋作证机关呢 不过我总觉得总书记有些顾虑 毕竟是空间惨案 那么多人流血牺牲了 这共产党人还怕什么流血牺牲呢 我真不明白 当年那种扎硬战 打死仗的勇气跑哪里去了 不说这个 来 热血日报文件 和印刷上已经领你好了 工人兄弟们非常支持 后天就能出版发行 告全国民众书 刊登在头版上 用大字通量标题 好 越行动越好 我写了个发刊词 读给你听听 好 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 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 民族自由的斗争 是一个普遍的长期的斗争 不但上海市民的热血 要持续地沸腾着 并且 空间上要以上海市民的热血 引起全国人民的热血 要用现在人的热血 引起祭祺者的热血 好 诸位 语恰行会长去北京会晤段祺瑞总统 暂时未归 没有余会长的指示 笔人是万万不敢擅自做主的 恳请各位独独包涵 还是请诸位先回去 你们若是不下达法师令 我们坚决不走 我们坚决不走 不走 实验不走 坚决不走 公众们 我们大家只能团结起来 坚持到最后才能得到胜利 今天我们一定要让总商会下达法师令 大家把手都挽起来 好 诸位 把这里的情况报告给孙夫人 是 夫人 秦桓怎么样了 总商会答应了吗 总商会还没有答应 向大姐带领请愿的人群 你还在苦苦地坚持着 只至于人莫大焉 师大夫只无耻为之博齿 这些商会的人 怎么一点爱国之心都没有呢 向大姐带领着情愿的人群 一个个手挽着手 场面十分悲壮 不行 我得去看看 夫人 你不能去 向大姐怕您担心 特地叫我来通报一声 可是 想到他们准受着痛苦 我这心里头难受啊 夫人 您千万不能去 这是向大姐一再嘱咐我的 我说的 你只能去 你好 我好 我好 云愿快 我好 谁来 你你你 姐妹们 两位女士 这位女士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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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去 华英 你留下来 如果有电话找我的话 就是我正在休息 好 诸位市民们 我已经签署了总商会的通告 你们提的条件 也已上报政府 并召唤在户所有的外国领事馆 聪明而起 全城总罢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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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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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你看哪儿 人民胜利了 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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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么好呀 孙先生 要是看到这样的场面 他在天堂 也会相信他 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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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孙儿孕猫 来 开包 看报 看中国共产党 为反抗帝国主义报 全国民主书 看报 肉训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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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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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世界各国的全国 正源源不乱地会来 英国戏剧家肖伯纳 法国作家巴比塞 都打来电报表示全国 德国妇女活动家蔡特金 组织的革命者救济会 已经寄出五万马克 救助巴工工人 好 太好了 立即回店 表示感谢 沈大姐来了 孝处同志 沈大姐 我呀 特来转交 我们家乡续谱县的捐款 这可是第一笔来自边缘县的捐款 了不起 续谱是目前全国捐款最多的县 这可是你的影响力啊 这可不是我的影响力 这是党啊 在基层的组织有力量 民心所向啊 向大姐 志华 英国海军陆战队 刚刚武装占领了上海大学 限令一千多名师生徒手离校 还不允许携带自己的衣服和行李 来得真狗 我们必须立刻阻止反击 绝不能退让 写下 当务之急 是尽快安置上大的师生 然后提出法律诉讼 我建议 我们就在前夜女子师范学校 建立上大名师办公所 先把女生安顿下来 我们妇女部可以出面协商 我们总工会 马上组织工人上街游行 声援上大师上 对 我们还要将武装战局的暴行 形成文字 交付民国日报 申报 还有热血日报予以公开报道 还有 现在租建内的工人 还有市民尚未行动 我们必须派人突破封锁 进去宣传 这件事情 交给我们妇女部来办吧 这方面 女人比男人更容易蒙共过关 好 好 好 建侠姐 孟南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你无事不登三宝殿 说吧 找我有何贵干 不是我找你 是锦鱼姐姐找你 她找我 有什么事 你去了就知道了 她请你无论如何去一趟 好吧 好久没见了 我倒挺想她的 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兵荒马乱的 不知相部长找我有何贵干 建侠 我想请你帮个忙 我没听错吧 你那么大本事 还是要我帮忙吗 建侠 我知道在政治上 我们有很大的分歧 但我始终相信 你是一个爱国的人 尤其此事 事关重大 非你不可 那你说说看吧 我想你已经知道 英国海军陆战队 强行登陆无松港 占领了上海大学 这是对我们中国领土和主权公然的侵犯 所以 我们要把抗议书贴到英租界去 要让那里的居民了解真相 让他们尽快加入全民的抗议行动中 这帮英国人实在欺人太甚 我们女子参政协会已经发出了抗议 但是我能帮你什么 想请你让周司令 帮我们开几张英租界的通行车 亏你想得出来 汉章现如今 是建言司令部的副司令 整天作真办公室 我都见不着他面 更何况这种事 见他十个胆子 他也不敢呀 靳霞 我相信你是有办法的 其实 确实也不必这么麻烦 我突然想起来了 今天晚上 英国领事馆要召开陆战队官兵的舞会 他们托我找一些漂亮脸蛋的姑娘去办舞 你是说 让我们跟着混进去 临时通行证我已经办好了 那真是天赐良机啊 是啊 这就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 锦鱼 我这个结拜姐妹够意思吧 剑霞 谢谢你 你还认我呀 只要你永远有一颗爱国的心 我就永远认你 为什么是这样呢 你呢 好 他在 请稍等 锦鱼姐 是孙夫人的电话 喂 夫人 我是向锦鱼 好 我马上过去 好的 孙夫人 武萨事件 是中国民众 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 一列强的群众运动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决心 和勇气 就在世界上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这可是史无前例的 可惊可悲 先生如在 他会振臂高呼的 先生的嘱托 是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人须努力 我为死难的同胞们 生肯被动 欢迎 这个 是我一点微薄的心意 请你转交给上海总工会 夫人 我们的捐款已经不少了 您还是拿着 谢谢夫人 对了 也请您帮我联络一下报馆的记者们 我想跟他们说点什么 太好了夫人 我想全上海 不 全中国 乃至全世界的人 都盼望着听到您的声音 都期待着 听到您的表态 那我马上就去安排 明天可以吗 当然可以 那地点就定在这里 您也方便一些 好 记者不要交太多 两三个就行了 那我就请 申报和民国日报 这两家报纸 幸运和影响力大 夫人 还有我们的妇女周报吗 好 夜半贵档的 热血日报的记者们 也请过来 我非常喜欢这份 充满光明的报纸 谢谢夫人 明天 最后您也一起来 我一定到 夫人 那我去安排了 夫人告辞 夫人 宅 抱乒 有这样的女儿 实乃 弥族之大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都来了 来 快起坐 大家都一起快坐 来 大家都随意一些 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夫人 我为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黄振鹏 是《民国日报》的主笔和首席记者 也是孟南的夫君 上海有名的大诗人 您就是黄先生 是我 我读过您的诗 那首《中山之魂》 写得真的很感人啊 夫人过奖了 我特意带来了一份 还请夫人多多指教 谢谢 指教不敢当 但我会认真拜读的 知华 是受《热血日报》的主编 瞿秋白先生所托 来帮助采访的 孟南就代表我们的妇女周刊 那边那位是申报的张记者 好 真的是太好了 我刚读了昨天你们的报纸 每一篇文章 都让人觉得热血沸腾啊 真不愧是热血日报啊 黄英 快给大家上茶 请问夫人 对这次武萨运动有何改象 此次惨案 简而言之 实为英日强权 对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 中国人民 能够一致起来反抗 帝国主义之暴行 在上海 乃至全中国 都是第一次 所以我认为 这次的运动 是空前伟大的 夫人所言极是 不知夫人 对国人有何期待 凡中国国民 皆当父子救过众人 最近学生 工人 于世民之爱国运动中 处处可见 孙先生之精神 故孙先生精神 尚未死 国人 应共起奋斗 为民族争独立 为人权 争保障 这是孙先生过世之后 夫人第一次 对爱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 这在全体民众当中 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不 夫人 为了配合采访发表 我想拍一张您的近照 国民对您的健康 也是万分关注 好 您请便 好 谢谢 谢谢 这样可以吗 不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